平常身體不是很健康 免疫系統比較有問題一點 之前就是當工作人員 就因為熬夜嘛 因為我本身身體已經不好 然後可是我又 就是又熬夜 然後後來變成是 就是差一點點敗血症 然後那個時候就住了三個禮拜 躺醫院那三個禮拜就覺得 哇 就是 一直在醫院裡面打針 然後住院的感覺真的是很很差 然後那時候又高燒不對 然後我就 就是我會覺得好像自己會熬不過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就是那個 我擔心我會過不了 那時候有交代遺言 搞笑其實並不是山豬想要進入 演藝圈的初衷的 他對於演藝圈真正的憧憬 是當一個的歌手 所以當年山豬他一頭就栽入了 星光大道的海旋 為了參加節目錄影 他慎重其說特地的北上 在萬華租了一個小房間 他帶了手上所有的積蓄 十萬塊 聽起來有一種破釜沉舟的決心 結果最後他到了副賽 就慘到淘汰了 而手上的錢也花光了 為了在台北養活自己 為了不讓自己 離開這個夢想太遠 山豬他就留在攝影桶裡頭 有角色給他演他就演 沒有角色他就在一旁幹道具 頒布景的 他說他常常為了一個兩分鐘的表演 人家丟這個機會給他 他花了兩三天 沒日沒夜在準備 山豬他的身體 反而就不太好了 在如此巨大的壓力壓迫之下 有一次他真的病倒了 他還以為他過不了這一關 但黃哥讓山豬一氣爆紅了 不過當初這個角色 其實是一個製作人丟給了他 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硬了 好累喔 今天要來露營了 不想上班 但是沒辦法 今天還是要趕快 因為有人要來採訪我 露營的現場 那我們就走囉 露營去了 上班 好的 跟著亞洲天彈的腳步 我們來到了攝影棚 你現在看到的是蛋黃 哥的錄影現場 蛋黃哥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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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錄 先錄 這樣你怎麼算回來錯人 你 對 你OK吧 OK OK 酸素哥可以了 酸素哥好我們可以了 你快點把你把地圖玩了一下 我現在雖然是小小兵 但是等我脫掉裝扮之後 我就是 蛋黃哥 好累喔 太難打到我 太難打到我 眼不下去了 還可以 懶洋洋的趴在地上耍賴 肥嫩肥嫩模樣 還真是頗有效果 每一個群體裡面都有個胖子 然後我就是負責他們的角色 他這一代的模型的真群裡面 我也算是比較胖的 那確實這一塊就是我的市場 因為我很喜歡吃蛋的嘛 所以老皮常說 蛋營養 老皮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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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老皮愛 當然節目還是需要 看起來很油膩的胖子 然後 放眼望去 好像目前就是我 然後在 在這個節目裡面 因為胖子也是只有我而已 所以 後來那個 之所以會演蛋黃歌也是 因為他需要的蛋黃歌是 鬼嫩啊鬼嫩的感覺 好不在意暴露自己胖嘟嘟的缺點 因為從小就有新夢的感情 他現在好不容易有快舞台 不是說我要休假 休假 你早說嘛 啊 看我的 欸 Lana 那個晚上的Christine 還有Lana那個時間 全部幫我瞧一下 幫我留一下 你在幹什麼啊 你不是要休假 我才幫你叫啊 扶 扶 你不是要休假 我不是要不要休假 那我幫你取消 欸 等一下 取 你幫我照避免 好 你沒上課 就是以前可能看什麼星光大道 就會有一些 就有那種歌手夢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去 學他們的唱腔 或是學他們的唱法 然後以後可能可以跟他們一樣厲害這樣 我發現我會模仿很多人 比如說章魚 你說你想要逃 偏偏註定要落腳 很老 然後那個 李宗正嘛 他就聽過了 越過山丘 雖然一白了頭 跌跌不休 吃不我餘的哀愁 還未如願見招不休 就把自己先搞丟 兵馬俑 殘缺的兵馬俑 哎呀 我聽說他有錄幾個不同的版本 他在模仿很多人對不對 其實他是無音不全的 才老師的那個Key一下 他完全就跟那個Key是不對的 所以今天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對我們來講 所有的眼鏡都摔破了 星光那時候應該是星光5 星光已經到第五班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報名了星光的海旋 然後也報名剛好那時候有個就是 明星零人學院那個 微中哥開的一個班級 然後我就去報名那個 報名其實我們對於 演藝圈是很陌生的 就是我其實是那種南部的小孩 其實對演藝圈這件事 就我們會看電視 是電視兒童 會每天看電視 然後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不會想到 自己有一天會走到 這個行業裡面來的 生日快樂 我對自己說 蠟燭點了 寂寞亮了 生日快樂 淚也融了 祝我生日 快樂 差不多是這樣 睡著了 儘管老被大家嘲笑 山豬還是偷偷買了麥克風 反正多練又吃虧 就像當年自己 偷偷參加節目海雪 不也跌破佳人眼鏡 從此踏上星圖 不知道 我是綜藝B班 第一手 我是山豬 他一直這樣就會晃 對 你就看得出來 超明顯 他一直超明顯 就很慌 很慌亂 我知道那個壓力是來自哪裡 因為我們做的是搞笑的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我講好的東西 不好笑 發現這句好像沒有中 我自己就會唏嘘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壓力是來自這邊 但是我會慢慢去克服這件事情 山豬笑說自己其實是個矛盾的人 愛表演卻又害怕攝影鏡頭 當初會想當節目工作人員 也是希望自己能克服心魔 章魚 我可以永遠笑著白眼裡的配角 吹劍 狼狼 狼狼上口 牛群 白凱南 你咋就被逗樂的呢 我裡面最喜歡吹劍 實在是太賤了 山豬不只演活了蛋黃哥 他甚至曾在大陸電視節目中大秀模仿工 其實像他最近的長大是我們大家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來了 一般呢 在這個後台呢 化妝的地方 看到順哥都是 走走 對 順哥好 順哥好 山豬的竹竹看到我三分鐘一句話都沒有搭理 我就覺得他的牌比我大了 所以現在看 山豬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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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從眾多諧星中脫穎而出 山豬不是因為山豬沒有缺點 而是他懂得替自己扭轉劣勢 總是和我們自嘲只有七秒記憶的他 因為老愛妄東忘西 所以又點字就會先沉浸手機裡 那他有時候 老愛我要一個兩分鐘的表演 這時候我就會找一下 把這個塞進來 我算是一個需要彩排再彩排 那當然這個方法比較笨一點 但是是 是之前去大陸錄節目 我發現他們做的方法就是 不斷的彩排 彩排 再彩排 我是代表難過情緒的悠悠 我會一直往後面思考 這實在太悲傷了 從以前上節目的本 就是必須要自己想 就是你自己上去節目 因為製作單位都會跟你講說 我要一個兩分鐘的表演 詠春夜問 佛山詠春派 師誠陳華順 蒙法566 佛法很滑順 加住詠春捷運站隔壁 佔第3.5坪 每坪88萬元起 詠春副獨星 沖春一個能打的都沒有 每一個其實都花了 花了大概兩三天的熬夜的時間 去想 然後 自己覺得 自己覺得蠻 蠻開心的本 應該就是那個 就是 總統大選 是政治人物那個本 小英好期待喔 馬上就要選班長了 去年我沒有選上 今年我一定要選上 你才選一次 我都三次都沒有到 這一次 總共輪到我當班長了吧 模仿要精彩 要能引起公民 得要好的橋段搭配 工作人員出身的他擅長寫本 也因此比別人 多了一點點優勢 你是誰啊 小豬朱立倫是不是 我是朱立倫小豬 欸可是小豬 你不是才剛當風紀鼓掌嗎 為什麼你可以選班長呢 而且不是小豬要來選嗎 怎麼會換你呢小豬 其實 小豬朱立倫 或是小豬 紅袖柱 誰選都一樣 因為 小豬 小豬 嘿 斑點 泥土 失敗的美孤輪 嘿 嘿 嘿 所以是小豬來選 嘿 最好球 最好球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 那個很高級 然後後來 因為評審是台歌嘛 台歌也點頭說 這個是滿高級的政治效果 因為我們把政治的東西 用小學來表現 然後又有很有趣的內容 小鷹非常歡迎大家來 給我批評與指教 小鷹 小鷹沒有生氣 小鷹不會生氣 小鷹生氣了 生氣了 怎麼會打 蛋營養 小鷹 當然還是要回歸自己的本質 是什麼樣子 對啊 就是還是要做好自己 我覺得 反倒他 我覺得我自己是 他就要更謙虛 因為很常被丟 沒有 沒有 所以他就反倒更謙虛 嘿 大家好 我是音樂大師 李永勝 現在我們來到這邊 就是東區 台北的東區 那山豬呢 平常身體 不是很健康 所以呢 平常就要吃一些水果 來補充自己的營養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來到就是 山豬平常錄影 都會 都會來買的一個水果攤 山豬從小身體不好 大病小病不斷 當了工作人員 忙碌的生活 更成為壓垮身體的稻草 免疫系統 比較有問題一點 對 然後 之前就是當工作人員 就因為熬夜嘛 因為我本身身體已經不好 然後可是我又 就是又熬夜 或者然後後來變成是 就是差一點點敗血症 然後那個時候 就住了三個禮拜 躺醫院那三個禮拜 就覺得 哇 就是 一直在醫院裡面打針 然後住院的感覺 真的是很 很差 然後那時候又高超不對 然後我就 就是我會覺得 好像 自己會熬不過 然後我就 就跟我媽說 就是那個 我擔心我會過不了 那時候有交代遺言 不只差點罹患敗血症 為了想出好腳本 山豬幾乎每天狂抽兩包煙 有次半夜新腳痛 更差點死在三種停車場 對 因為我的身體 就是免疫系統 其實真的有一些問題 是 像我之前當兵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 悔案的過去 就是 就是當兵的時候 我有落伐過 就是頭髮是掉的狀態 因為那就是免疫系統在攻打自己 是正常的細胞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沒有 不太能出去見人 然後 所以現在呢 我就是後來 後來就是有吃藥或什麼 然後現在回到這個正常的狀態 鬼門關前走一遭 讓山豬更珍惜 每次的表演機會 打冰場後 他辭去幕後工作 專心表演 努力說服家人 自己一定會好好控制身體 只求能繼續在戲棚下闖蕩 繼續帶歡笑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 就看他們一步一步長大 對我們來講 就是很欣慰的 其實真的要把諧星當好 是一些非常困難的事情 什麼苦都要吃 你不要 不要把今天的這個 這個蛋黃哥的現象 變成只是攤花一線而已 要開始延長下去 然後呢 自己要重視很多事情 這樣呢 這條路才能呢 永遠的走下去 好不好 加油 山豬加油 動 蒜 山豬 動 蒜 一曲帶順走的目標 山豬 動 蒜 山豬 動 蒜 喂 放傻 山豬 山豬